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票選活動也吸引超過一萬名以上的旅客來基隆吃壽司 參加票選活動 成功帶動來基隆吃壽司的旅遊風潮 謝謝市政府的邀請這樣子 然後讓更多觀光客可以來基隆 這個活動它的確能夠帶來人流 因為大家看到這個活動的旗幟就會感到好奇 只要講到什麼壽司日式料理一定會想到我們 基隆首度舉辦的壽司祭票選活動 吸引許多在地的壽司店家來響應 共有六大類18個壽司店家獲獎 副市長邱佩玲和議長秘書楊文和 及多位市議員親自頒獎 票選活動效益更吸引超過萬名以上的旅客 來基隆吃壽司帶動觀光消費 舉辦的這活動其實帶動了很多人流 其實我們的店裡啊 那還有我覺得整個基隆市區 都因為這個活動啊 那它可以帶來很多的曝光 然後以及行銷 金龍壽司熊鋒獎 好在有議會的支持 那剛才主持人說了 我們這回活動總共有10萬名1625個人 去參與瀏覽 真正參與的人有19000個人 在短短的20天之內25天之內 能有這樣的成績 一天進步400個人參與 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們的滑壽司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就都很有名 基隆的餐廳都是跟我們拿外匯的壽司 因為比較希望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像現在一樣就是網美的樣子 然後去給大家就是好拍照好打卡的地方 不同的沃壽司啊生魚片啊 或者是生魚片蓋飯 都在那裡做很密集 那如果歡迎大家來了那一趟市場 他可以來一趟市場 他可以品嘗到不一樣職人所帶來的美味 很會歡迎大家來基隆品嘗美味的壽司 對於創業來說我覺得現在 就是基隆又離卡瑪丁很近 所以要補魚貨的話 其實我們都有優勢 基隆都有優勢 很多台北的也都會有專程來我們基隆補魚貨 基隆首度舉辦的壽司祭活動 成功打響基隆壽司的名號之外 活動宣傳效益也吸引農糧署的注意 我聽他們告訴我說 農糧署知道我們辦了這個活動 非常感動 說他們一年捧摸他們的米 都沒有我們做得這麼好 效果都沒有我們這麼棒 所以希望明年跟我們一起加入合拜 因此在這裡也拜託議會支持 也謝謝各位店家 因為你們優秀表現 可以讓這個活動一年接一年 讓我們持續在基隆永遠辦這個活動 因為我們忽然忽略到一點就是 壽司除了上面的東西之外 它下面的米是很重要的 用了很多的米 所以他很希望說明年可以跟我們合拜 一起推廣台灣的米食文化 副市長邱佩玲再次感謝議會大力支持 和在地壽司店家的參與推動 透過政府民間攜手合作 吸引各地的遊客來基隆吃壽司 品嘗美食 為基隆創造更多的觀光消費商機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基隆海洋勞英嘉年華已經舉辦13個年頭 成果相當豐碩 目前已經獲選為交通部 2024到2025台灣觀光雙年曆的全國級觀光活動 從現場畫面中不難發現整個嘉年華活動 讓基隆這個海洋城市充滿開放與熱情 難怪被交通部的觀光年曆列為全國性的觀光活動 這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嘉年華了 氣氛自然是不在話下 感覺很熱鬧 非常的熱鬧 大家都很熱情 太陽也很熱情 你們的大家都是扮演遊戲角色 對對對 是兩個不同的遊戲 一個是陰陽師 一個是劍俠進展 對 今年的基隆海洋老英嘉年華 邀請了許多外地隊伍來共襄盛舉 為整個活動掀起一陣一陣的高潮 讓夾到觀賞的民眾掌聲連連 是巴西的外表 但他是台灣人 對 沒錯 空打野賽 先幫我們講一下 今天有幾位來參加 我們今天總共 三位 對 八位的DANCER 對 然後還有空空把我們的打擊獸 還有我們自己的打擊獸 總共有19位 19個人 請問一下 參加的心情怎麼樣 當然很開心喔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代表 第二次參加 對 第二次 然後這一次我們是真的第一隊 沒錯 超開心的 然後你們的裝扮是屬於什麼風格 當然 巴西風格喔 巴西嘉年華風格喔 我是這一次的駐村藝術家 對 像這個都是我的作品 這一支硬隔魚 還有這個好運老鷹 還有我們的那個好運海報 都是我們的作品 對 然後來參加這個活動啊 心情怎麼樣 就是每年都有來參加 然後非常的開心 因為大家都非常的熱情 非常的high 而且這都是跟社區一起合作的 所以在過程中我們也有非常好的友誼 並東線 泰安國小 我們是泰可愛隊伍 裡面有森巴谷也有森巴舞 所有的配備都是我們的志工媽媽們 一起把它做出來的 謝謝 從一個社區到一個城市 再從基隆走到全台灣 就要感謝大壯觀願景發展協會 跟許多在地社區學校 以及政府單位密切合作 共同促成了這個全國性的觀光活動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一位曾經在馬來西亞烹飪學校 擔任料理老師的華僑正能量 疫情之後 在台灣朋友邀約下 把馬來西亞的特色小吃 帶來外幕山一帶 將泰式料理常用的香茅和咖哩粉 作為特色料理 讓紅磚屋裡面飄出濃濃的南洋味 將洋蔥 將切成片 大蒜 香茅 切成段 全都倒入果汁機 打成泥的醬料 可是獨門的秘方 醬汁淋在雞腿肉上 撒上咖哩粉 醃漬4個小時之後 再下鍋油炸 金黃酥脆的香茅雞 口感細嫩不油膩 香茅雞一定有香茅 然後薑片 蒜仁跟洋蔥 秘訣是在於咖哩粉 其實咖哩粉還會帶出 整個味道不一樣 因為它融合了25種的香料 融合在咖哩粉裡面 這是馬來西亞最厲害的 我覺得 然後其他調味就自己適中 喜歡吃鹹一點還甜一點 就可以自己調配 而這一道馬來西亞小吃中 最常見的沙爹串 使用雞牛羊豬 業者說用炭火或是烤香烤 過程中還要塗上奶油和香料 來增加香氣 雞肉吃起來很新鮮 然後他們好像感覺醃漬滿久的 那那個香料的味道 一樣在這個雞肉裡面 變得讓雞肉變得更軟嫩 然後香氣也非常的足夠 那加上這個醬料的部分 也是讓本來雞肉就有一點咖哩味 那再多增添一些香料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吃 油鍋裡這一道看似台灣的天婦羅 其實它正確名稱叫做炸魚香 吃起來呈現QQ的口感 其實叫Globo 那因為我們在台灣找不到這樣 因為在馬來西亞呢 其實Globo是隨處的路邊都吃得到 那麼本來是薄片 但是在台灣我們覺得像Olen這樣 或是像這種咬的魚漿類 那我們也是用魚漿去做的 但是裡面有一位特別的香料 叫做Blat醬 那Blat醬是馬來西亞獨有的這個香料 然後我們把它混入 然後再加上麵粉 就把這個魚漿變成不一樣的風味 吃起來更Q更有咬氣 而且還有一種魚香的味道 所以我們叫它炸魚香 吃南洋餐點 當然不能少這一道草菲辣 師傅熟練翻炒鍋子 將醬料發揮到極致 而想吃清淡一點 也可以點這一道椰香咖哩 我們馬來西亞特色的菜 因為馬來西亞都知道是香辣 辛香料多 那有香茅 薑黃 薑跟蒜其實都有 那主要就是還有一些 我們馬來西亞比較道地的一些 特有的一些醃汁香料 像Blat醬 它就是要做我們這一道魚漿一定要用的Blat醬 那在做香茅雞 那我們其實在飯的這個工序比較多 其實台灣也蠻多料理後來有引進香茅的做法 那在這裡吃到的就是有一種特別道地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說太過嗆鼻或者是太過刺激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是蠻順口好吃的 在朋友的邀請下主廚正能亮來到大五輪沙灘附近 開設南洋風味餐廳 沒有搶眼招牌 用餐就在紅磚屋內 而牆上這幾幅油畫是他們的特色 我們把這邊市集來融合 就是我們有很多不一樣的特色的東西在這裡 不一定就是吃喝玩樂都會有 所以我們在這個市集我們就是要把娛樂跟我們休閒還有藝術結合 你們可以看到來這邊逛的時候也可以看到我們的藝人 我們有很漂亮的油畫我們的養老師的作品 來這邊的人他不是只有就是我們這個比較傳統的一些烤香腸的一些料理 那我希望來這邊的遊客 尤其都是外地的客人來這裡 那包含有桃園的 我甚至還有客人是從雲林那邊上來的 所以就是說他們就是覺得這個沙灘他們覺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想讓他們在這邊可以多一點文化的飲食 疫情之後外木山遊客回來了 濃濃 南洋風味和在地的餐飲作為區殼 希望讓來基隆的遊客品嘗不一樣的英國料理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蘇俊基隆和七獨斷一直是基隆市議員張耿輝積關心和推動的事項 近日更特地和水利署第10河川局進行會刊 石河局方面指出 預定在9月底將在大華僑以及七弦橋段 進行河川書法的工作 水利署第10河川局今年3月份在七篤泰安 拔溪侯溪出水口和基隆河交界處 開始河道整理書法作業 而蘇俊基隆河七篤段 一直是基隆市議員張耿輝積關心和推動的事項 近日更特地和水利署第10河川局進行會刊 石河局方面指出 預定在9月中下旬 將在大華僑以及七弦橋段 進行河川書法的工作 就是我們今天會在大華僑下游柚岸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有可能會阻礙河道的 這個地方一一一做個玉土 做個河道整理往這邊去做蘇法跟整理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在 期前在有阻礙河這個轉換段 這個地方的玉土我們也做個蘇法跟整理 往河道旁邊去做蘇法跟整理 整理之後它可以把握我們提防的計程 然後又可以可以上線的到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 對我們來說是 預計的話 預計的話 預計我們最快下個半月 然後給我們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間 我們至少一個半月左右 因為有兩個點我們要分別繼續下去 所以大概給我們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間 市議員張耿輝表示 多年下來也幾乎很少輸郡基隆河七堵段河道 現在安排逐一蘇法河道是應該要做也是正確的事 張耿輝也建議水利署地時河川局 基隆河在暖暖八堵段以及更下游的七堵段適合的地點 應該分別設置藍河宴 調節水位兼具蓄水的功能 也方便水公司在八堵段 抽水到屬於離潮市的新山水庫蓄水 田山指揮我們完以後就沒有再請 我們在議會也一直講 那剛好今天期待 總要你聽到我們的聲音 那我也希望你居住在相關的地方 趕快能夠建議 做藍河宴的時候 找幾個地方跟貴族建議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基隆水庫是離潮市水庫 它需要抽取我們基隆河的水 再經過過濾然後到住戶去 我也在議會對議會我也非常主要 所以每次我們下大雨的時候水都沒有辦法把它儲起來 很可惜 這就是幾個禮拜以後 那個河床又乾了 這表示說第一點沒有涉藍河宴 第二點沒有附近 所以今天我們也聽到中央隊友們 地方上的重視 然後我也期待到大家一起 未來切成會 我們建議他們 還是出貨基隆河到這邊 我們到這邊 張耿輝也肯定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準備疏法基隆河河道的規劃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道 接下來是一個溫馨的消息 台電基隆區營業處 攜手基隆郵局 國泰人壽展業基隆通訊處 跟東洋製藥公司 共同辦理捐血活動 現場提供給捐血人豐富的禮品跟紀念品 鼓勵大家踴躍響應捐血 台電有愛 堅血同在 堅熱血有愛心在 熱血一代 無可取代 主辦這場捐血活動的 台電基隆區營業處 特別攜手基隆郵局 國泰人壽展業基隆通訊處 以及東洋製藥公司 熱情的邀請大家踴躍捐血 台電基隆區營業處處長 和基隆郵局局長 以及國泰人壽經理 也親自晚秀捐血 號召員工同仁一起來響應 因為之前就有捐血的習慣 剛好台電今天有辦這個捐血的活動 就來想說幫助大家 然後回饋社會 一開始是大學的時候 就有剛好看到有車子 然後就想說捐捐看 大學的時候捐第一次 然後之後 那時候在高雄訓練中心又捐了一次 這次是第三次這樣 這一次的捐血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以往都是我們兩個兄弟公司 這個中華郵政跟台電 一起來舉辦 那這一次有特別有民間的企業來加入 包括國泰人壽斬基隆 還有台灣東洋製藥來參加 所以因為有比較多的單位 所以我們在鼓勵捐血的這個上面 應該就是比較豐富 所以我們就邀請這個鄰里鄉親 都能夠來擁業捐血 那麼在空檔的時候 我也邀請大家 到我們的節能攤位來看看 加入我們的APP 來申請電子帳單 來學習怎麼樣節約用電 落實郵政服務社會 回饋社會的經營理念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主動的參與 跟參加辦理跟參加各項的公益活動 今天特別與我們台灣電力公司 基隆營運處合辦共襄盛舉 辦理捐熱血 有愛心的活動 就是希望能夠邀請大家 一同晚秀捐血做公益 一起讓愛走出去 我們非常多的客戶 他生病了以後 可能求救我們 也不知道該如何的 去做一些醫療的轉介服務 所以都有我們國泰人壽這邊 會有專門的人員 有專業知識做協助 那我們基於這個理由 所以跟很多醫院合作 我們最近也會做癌症篩檢服務 然後我們也覺得說 這邊的人非常需要捐血 來做一些對醫院的一些病患 做一些救治的工作 所以我們長期都有在做捐血活動 那也非常多的保護都願意響應 在各單位的用心籌備下 現場準備優質毫米等豐富的禮品 和紀念品送給每位捐血人 台電基隆區營業處 也在現場宣傳下載台電APP 了解用電狀況 來聰明節電 各單位攜手一起做公益 呼籲民眾踴躍捐血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之外 也發揮了良善的企業社會責任 多捐血 多驕傲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在一起 製造 寂寞 的 你会选购 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 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 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看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管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 阴气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大家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家电炮换点LED 省电 省钱 又一辆 哎呦 真厉害啊 注意 9月22日前 记得申请地价税减免 或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因疫情 发返国 互提招敬为签出改课税的朋友 110年及111年地价税 也别忘了申请恢复 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记得提早申请哦 诶 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怎么啦 遇到困难 学长帮你 最近都有别人 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 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去烟八步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咳咳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味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都挺满的 那就随便挺好的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 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 能够方便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愿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 再过马路 酸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行路口 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脚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基隆市政府将在10月14号以及15号 举办2023基隆与国际基调赛 9月6号开放报名 这让不少调客们非常兴奋 艺人沈文成也当起基调代言人 基隆市长谢国梁齐取基隆与基调赛 未来能够成为国际盛事之一 也提升基隆的观光产业 高光俯瞰 碧海蓝天 沉沉浪花打在椒檐上 海景美不胜收 基隆雨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不仅漁业资源丰富 更是钓客们的最爱 更因他们欣喜若狂的是 2023年基隆雨国际基调大赛即将登场 采鱼 然后就开始喜欢上我们的基隆雨 也因为采鱼让这个基调比赛 从第一 我们的基隆雨的基调比赛 从第一届 就请我当这个代言人 在钓鱼界相当有名的资深艺人沈文成 已经担任五届代言人 基隆雨国际基调大赛将在10月14号15号 准时登场 各路好手齐聚 互相切磋 不过为了维持生态平衡 只开放84位登岛参赛 那今天的这个基隆雨的国际基调赛 有很多的奖品很多的奖金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凸显 我们基隆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那未来我们也会朝更多的观光娱乐 跟海洋的融合 来作为未来的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产业政策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基调赛 希望让更多有名的选手 可以透过基隆的这场比赛来整露头角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探索到基隆的海洋之美 请来艺人沈文成和基调美少女 和市长谢国良一起穿上救生衣 强调基调活动安全第一 基隆雨国际基调大赛有超过20万元总奖金 和知名调具品牌莫彩活动 市长谢国良希望透过基隆雨基调大赛 让钓客们爱上基隆雨 同时带动基隆成为基调运动的领头羊 记者黄少明记录报道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武俊桑再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b đến这里 hb g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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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基隆的胃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耀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起油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油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几方会严格取地 绿角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盛栽机车 放在绿角丫上面 让行人 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